有三個方面的設計 組成一個是它的標記 還有一個是它的吉祥物 第三個是它的獎盃 這個標記選用的是一個以太計 這樣的一個元素 為組成的一個熊毛的構成 這個太計它本身是陰陽復古的 也是世界是和諧的 它是一個共同體 其想外它應該跟這個洛格 是要有精力觀念的一個年代體 你這個造型它就要形成很可愛圓融的 這個獎盃首先也要與洛格去相關 要想呼應 在它上面盛開的這個畫 是以熊毛的形象 也就是洛格的塑造劑 組織大家都知道是這樣的一個圓組體的 那麼這個獎盃它也是一個具有意識的做體性量 我們也使用自己藉口 我們之所以能拿到這個獎 就是我們有一種不斷地向上 向盗 panton 這樣一種力量 熊毛的形象非常可愛 它跟人類共生權在維拉的自然當中 自得其樂 也體形了為鐵門黑 關鍵問題就是說 你要創作出以往的不同的特點 就是在相同的綠融人同集中 有一些新的一個新的創作 這個更為它的精神的陽光造塞之下 這個熊毛啊 他們的生態風質 這個非常非常的 讓人歡喜 這個代表著我們時代的風采的 這樣的一些文藝作品 它是配得上這個金角毛 因為都是時代的創作 配得上國寶 配得上金熊毛 這樣一個精神造型